明真正版白的 今天呢 我们世界日报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的欢迎大家 来参加今天呢 由郭戴棕博士 要跟大家来谈的重看抗战史 今年呢 是抗战胜立七十年 也是联合国成立七十年 也是我們《世界的報》辦的報紙40年 所以它有多數的意義 我們辦這個活動 也是《世界的報》設計40年的一個系列活動之一 八年的抗戰跟中國來講 它的影響非常的大 對世界的影響其實也很大 我們辦這樣的活動 並不是說要緬懷抗戰 而是希望從抗戰裡面 得到一些更真實的狀況 以對於我們未來的發展 對於國家的發展 對於社會的發展 有更為前瞻 更為落實的一些作品 抗日不只是大陸民眾的經驗 台灣的民眾也有相同的經驗 其實馬總統也在提到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有這麼一個句話 就是日本竊取至中國的領土 如東北四省 台灣同步情島 應歸凡中華民國 我想這個開羅宣言這麼重要的一段 也使得今天 台灣能夠在中華民國的治理之下 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 這個這一點非常重要 馬總統最後提到 他覺得中日兩個民族 面對二次大戰的歷史 應該要就事論事 將心與心 恩怨分離 唯有這樣子 兩國才能夠建立可長可有的勇敢 謝謝 獅子豹 楊社長 長大使 幾位抗戰的老英雄 還有周達 周老先生 鄉先生 一直在照相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我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到這裡 來跟各位就抗戰史的問題 交換一下我們的心得 我們福國研究院在三年前 我們結合了十幾位的學者 有中國 美國 日本 英國 還有當然還有我們中華民國的學者 大家共同的來重探 重新再來看看抗戰史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七十年過去了 我們覺得抗戰時候有很多事情說不清楚 說得不明白 甚至有的說錯了 比方說有某個地方的說 他們那裡是中流地住等等 但是因為這十年以來 因為老總統蔣介石先生的日記公開了 那麼他是真正領導抗戰 那麼他在抗戰時候他怎麼想 怎麼做 為什麼這樣做 為什麼這麼想 透過他的日記清清楚楚地出來了 如果沒有他的日記 我想很多很多抗戰時候的事情 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他為什麼要那樣子做 所以有很多新的資料 包括老總統日記 包括抗戰時候 日本跟中國一直在協調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叫金錦武夫 金錦武夫的回憶錄是出來 他的日記一直都沒有出來 那麼現在我們有機會 能夠用到他的日記 還有很多其他的這種新的答案 因為有新的答案 肯定就是會有一些新的觀察 有一些新的瞭解 所以我們這個團隊 就在過去兩年多 我們就希望能夠救幾個問題 不是所有的問題 因為太多太浩瀚了 我們來嘗試來做一個跨國的研究 那麼因為是一個跨國的研究 所以我們希望做到不擋不私 因為這個跨國的研究 所以我們也希望做到 拋棄每一個人自己的國家 或是自己的黨派的這種歷史形態 而且我們都是學者 所以我們是一個很嚴謹的 有多少證據 說多少話 那我們今天第一冊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 一方面就這本書跟各位報告 那麼二方面更重要的 為什麼我今天會站在這裡呢 主要是因為今天是台灣交付節 也主要是因為今天是 抗戰勝利七十週年 今年整一年有很多的活動 另外呢 今天也是聯合報創刊的四十年 那麼我們都曉得 聯合報在過去四十年 見證著整個台灣 它的發展 它的增長 整個台灣的紀錄 我們都一起共同的來見證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在這裡一起呢 是大家一起一方面我們 去了解我們的過去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看我們的過去 是因為我們要知道 我們今天是什麼 我們怎麼定位我們自己 然後我們才知道 我們未來要做什麼 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歷史 那根本就自己是什麼人 都搞不清楚 那你如何會知道未來呢 所以今天時間非常的短 我也希望我能夠 比較清楚的 很快的跟各位做一些很簡單的報告 這個是 蔣公的日記啊 三年前我曾經也在同一個這裡 同一個房間跟 在世界日報這個場合呢 做過一個跟蔣公日記有關的報告 大家可以看到 那麼蔣介石先生他一生寫日記 一生都寫 沒有一天不寫日記 那麼他的日記裡面 記載著他所思 他所想 他對於國家大政 軍事 政治 外交 財經 各個方面的事情 都記載著很多他的思想的過程 所以我們能夠得到他的 看到他的日記呢 對於我們了解 二十世紀的歷史 有非常重要的幫助 那麼因為日記的開放呢 所以很多過去的問題 現在逐漸得到了這個答案 比方說 今天我們的主題 重探抗戰史 那麼 有人說 很多過去左派 或者中國大陸說 蔣介石不抗日 那麼到底抗不抗日 那麼還有更重要的 其實蔣介石抗不抗日 其實在學術界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爭議 最重要是貧窮落後 四分五裂的中國如何抗日 拿什麼來抗日 而最後又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憑什麼能夠拿到最後的勝利 因為有人講 最後日本投降是因為兩顆原子彈 究竟是不是兩顆原子彈 那麼我們的答案是 不是 是因為我們中華民國 全國軍民的奮鬥和犧牲 但是我們要有證據 所以我藉這個機會 跟各位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1931年就是民國20年 918事變發生 日本侵略了中國 那麼這個對中國是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東三省幾乎沒有打仗就丟了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不抵抗是誰下的命令 那麼實際上呢在那個時候呢 想抵抗也沒有辦法抵抗 那個時候國民政府是非常的貧弱 所謂的國民政府呢 也只有真正的控制的長江下游的六個省而已 那麼其他的地方呢 政府的號令是進不去的 那麼中央軍也是根本就是進不去的 所以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很多人就說 這個仗怎麼打 中日國力懸殊沒有辦法打 那麼汪金衛孔祥熙佑任居正 胡適 蔡元培先生 傅思年先生等等 大家都很清楚這個仗沒有辦法打 所以很多人都說 我們還是要隱忍 我們盡量不要跟日本有激烈的衝突 有一點小衝突我們就稍微讓點步 避免中日的大戰爆發 因為大戰爆發我們沒辦法打這個戰 所以實際上是當時的情況確實是如此 所以我們看這個蔣先生的日記 他在日記裡面就講他日本 中國根本不是日本對手 日可三日亡中國 我現在凡是用quote有這個引號 就是表示是他寫的或他說的 那麼中國的軍隊有敗無勝自在意中 那麼中國也不是個統一國家 根本沒有辦法打仗 並且各地的軍閥各據各有所謀 而且當時的江西還有紅軍戰 所以中日的國力是非常非常的懸殊的 那麼中國怎麼辦呢 那麼講在他的日記講 他說中日必將一戰 其實他從1928年 就是民國17年的五三濟南產案開始 他就在日記開始寫齒或是修齒 那個時候他就講說中日必將一戰 但是因為當年五三濟南產案 是北伐還沒有成功 那麼日本要破壞北伐 不讓中國統一 所以講知道他不能上日本的黨 他的日記講 他說我要暫時退讓 那麼完成北伐 以後我再來解決日本的事情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他的日記呢 就已經寫這個齒或者是修齒 那麼他說齊已十年 我發誓在十年之內必見齊齒 我一定要把這個齒入我要見血 一定要見這個齒入 那麼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講中日之戰必不可免 為什麼 因為日本所要我者為土地軍事 經濟跟民族的生命 那他只是要一小片的 經濟利益那還責罷了 不是 他是要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命 所以他講這一次我們對日作戰 關係不在戰鬥之身份 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 以及國家人格之存亡 那可是呢很重要 我們不能夠衝動 不能夠一起用事 因為圖貧一時之興奮 不但沒有長期的堅持 反而對國無意反而反肅其亡 所以講當時實際上來講 在真正的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 蔣先生是踩煞車的人 他對於中日之戰他是踩煞車 因為他希望中國有時間來備戰 那麼在這個備戰的階段 那麼中日最好不要爆翻大戰 那麼延後中日真正的戰爭的爆發 那麼因為他要這樣做 當然他受到很多的批評 外面很多的不諒解 但他自己也承認 他不知道該怎麼做 193132年他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他自己講 他說我自從918經過128至於長城 我心裡面苦心焦慮 我都定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 來執行抗日之戰 只有忍入代食 滾過後方埋頭苦幹 他只有如此 那怎麼辦呢 但他心裡很清楚 這個仗我們是非打不可的 那麼1931年的9月28號 他那天特別衝動 他想去打仗 他說當然打仗 絕無取勝之道也 但是呢 我能夠鞠躬盡脆死而後癮 我已留精神藏在人間 所以他也有很多類似這樣的話 與其做而代亡不如抵抗而亡 留我們中華民族光榮的歷史 在最後之一頁 但是呢 實際上當時的蔣介石也好 以及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也好 他們都知道 戰既不能 不戰亦不能 所以講的日記竟然想說 叫忍痛忍辱 然後呢 當在私之仇之 我還要再想想看 怎麼辦 當時他就決定 攘外必先安內 因為攘外必先安內 但是我想歷史重演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 你有內亂的時候 你絕對不可能抵抗外物 所以本來攘外就應該要先安內的 攘外必先安內 到了33年的時候 他開始比較清楚了 他開始比較清楚說 應該怎麼做 就是持久戰 因為中國地方大 要打持久戰 那麼 為什麼 為什麼打持久戰 他很清楚 日本是個小國寡名 日本沒有辦法打長期的戰爭 第二 日本沒有辦法送很多很多很多 源源不斷的物隊到中國來 那麼 並且更重要的是 他日記裡有一段 他說 倭寇之目的 敵實在美俄 日本真正的敵人 陸軍是北邊的蘇聯 海軍是太平洋對面的 這個美國 各位不曉得知不知道 在1930年代初的日本 他的海軍的實力 已經是跟美國 英國相當的 所以他的實力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中國呢太弱 日本還沒把中國看在眼裡 他是想控制中國 但是呢 他認為只要利用中國軍法割據 地方割據的事實 分而置之 製造一個個的傀儡政府 就夠了 不需要再去用兵去打仗的 日本是這麼樣的 所以1933年持久戰的想法 就清楚了 因為中國地大物博 那麼就用時間 來換取這個 用空間來換取時間 所以蔣介石在1933年就講 他說我們現在對日本呢 就是一個辦法 就長期不斷的抵抗 我們把他們把我們第一線打壞了 我們就到第二線 第二線打敗了 我們就到第三線 我們就這樣一個一個 一步一步的來做 那麼我認為啊 越能夠持久越是有力 如果是我們能夠抵抗了三年五年呢 我預計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 而敵人內部呢 也有一定的變化 那麼這裡很重要 就是要期待國際上的變化 因為他曉得中國太落後了 太散漫了 中國人民當時 根本就沒有一個國家的觀念 而是一盤散沙的 所以他當時已經看到了 世界局勢會有變化 世界即將將有大戰 所以他覺得 只要世界局勢變化 我們中國的戰爭就會有希望 所以呢 他是撐托 然後呢持久 然後等待國際局勢的變化 他說持久戰就在一個 一字決 什麼決 托字決 現在講起來 你可以說 怎麼那麼不進去 但是另外這是無奈 因為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家 能夠拖住已經不容易了 各位都曉得 法國那麼大的國家 不到兩個月就投降了 我們這麼貧窮落後的國家 我們從918開始 14年 我們就是不跟日本妥協 我們就是不跟日本來投降 那麼到了1933年底的時候呢 怎麼樣對抗這個戰爭呢 就開始比較清楚了 那麼這個大戰略的 慢慢就開始出現了 主要呢 蔣先生的顧問 就是德國的顧問 塞特特將軍 法肯豪森將軍 這兩位都是在德國赫赫有名的人物 還有我們中國的自己的軍事專家 比方蔣百里先生啊 他這日記裡面就很多 談到蔣百里先生的意見 他還委託 托蔣百里先生到 到這個意大利 到法國 還有到日本 還有到蘇聯 去做一些爭取支持啊 等等的這種情況 那麼他在1933年 各位請注意 這是民國22年 1933年他就講 他說啊 大戰位起之前 如何掩護準備 因為我們要爭取時間備戰 使敵不加注意 不能讓日本發現 我們在準備備戰 為什麼我們就 圍其經營西北與四川湖 那他已經很清楚了 要經營西北跟四川 如此才有腹地嘛 因為持久戰需要一個腹地 如果他在東南沿海 他這個戰沒有辦法打 所以他必須要經營西北與四川 所以1933跟三四年了 我們看蔣日記 他幾乎每天每個禮拜 都跑 都往西北跟西南跑 他去過了每一個地方 這個四川 雲南 貴州 不用講了 那個陝西 甘肅 新疆 寧夏 這個青海 他都去了 為什麼 他就是在尋找抗戰的根據地 我們的蔣日記是十年 就2006年開的 當時我就已經看到他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幾乎每一天都在西北西南跑 當時我以為呢 他是想要安撫 要安定這個西北 尤其是青海那一帶的 到了後來我們研究抗戰時 我才明白 原來他是在尋找抗戰最後根據地 這一段歷史 不要說我們不知道 國軍的很多的將領 高級將領 他們都不知道 就蔣先生有這麼一段的心路歷程 那麼他到處走 每一個地方他就寫 德是什麼 失是什麼 陝西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缺點 最後到1934年 他確定 確定選定了四川 要作為抗戰的 最後的這個根據地 那麼他選定了四川 作為抗戰的這個 最後根據地啊 就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去不了四川 因為剛才我跟各位報告了 就是真正的南京 當時首相政府能夠控制 只有沿海六個省 所以蔣的軍隊是進不了四川 所以他日記就想 當在私之仇的時候 我要想我怎麼樣能夠進入四川 到了1934年他日記就忽然就不一樣 他得一記 他想到一個記 什麼記 借角共以定西南 就是他借角共 借著這個打共產黨 來呢 這個你看 這個字就出現很多 借角共以收復西南 要以繳匪為掩護 如何如何 然後你看這句話寫得非常的清楚 若違對渦境以繳匪為掩護的話 我應該如何如何 他就開始 所以今天我們有老將軍在座 有老的抗戰老兵在座 我有一個同班人在座 他在四十年前他就跟我講過他的父親 他說他父親曾經參加當年的江西的腳共的戰爭 他說中央軍就在兩邊看著 看著這個紅軍這樣走 他說不打 當時我們都很年輕嘛 就二十幾歲 他說為什麼不打 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不打 現在我們都明白了 就是故意把紅軍往四川往雲南改 為什麼 因為紅軍到了川北 那麼你知道軍隊大軍過境以後 要吃要用的要人啊什麼什麼的 所以四川的軍閥牛鄉啊 這個他們本來是不願意這個中央軍進去的 那麼最後沒有辦法 所以這句胡忠南先生的日記 他率領的第一軍跟在這個紅軍的後面 到了川北 到了川北以後四川的軍閥就緊張了 他們還不是緊張紅軍是緊張中央軍 他就不希望中央的部隊進去 所以四川的幾個軍閥就聯合起來說 哎呀交共我們來交 你不要你來交 所以他們也別做個樣子打了 但是根本不堪一擊 就川軍沒有辦法 他們也發動了好幾次的跟紅軍的這個作戰 但是都失敗 所以到了1934年的8月底 劉鄉不得不妥協 就跟中央妥協 因為當時他已經 這個軍隊拔不出的樣子 沒有飯吃 武器啊子彈都沒有了 所以中央補助他錢 並且中央任命劉鄉 為第一任的四川省省主席 那麼如此把四川的大門打開 那麼中央才能夠真正的進入四川 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四川是到1935年民國24年1月2號 才真正的回歸中華民國 我們都以為這個 國父斯東山隔離建立的民國 就四川省就有四川省主席什麼 其實沒有 一直是軍閥控制的 都軍啊他們叫都軍 那麼一直到1935年 1月2號劉鄉就任四川省第一任省主席 四川開了 看這個講的日記呢 從四川回歸之後 就整個的氣象不一樣 他之前就是說我們要迎人 我們要如何如何 然後我們絕對不可以意氣用事 不可以倉促 不可以衝動 但是到了這個四川回歸之後呢 他的這個態度是不一樣了 他這個四川回歸之後呢 這個講啊就講 他就很得意了 他說啊 他說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我不怕戰爭 但是我要準備 不戰則以戰則必勝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持久戰在心裡面 因為他曉得中國這麼大 拖把日記拖死 所以他知道 這個蔣白禮先生也講得很清楚 他說啊持久戰就是一個拖自決 那麼無論怎麼樣 因為一開始都是打敗的 無論怎麼敗就是不跟他言和 他說無論怎麼退 就像退到往後方退 就如同一片黑暗的身體裡面 看不見前面 但是呢不管怎麼樣 就是不與敵言和 那在講的日記叫做 叫做戰而不響 就實際上就是敗而不響 因為實際上大部分都是打敗的 那麼這個就是 有了根據地就是不一樣 他就有了底氣了 那麼戰爭 有了根據地以後呢 他就加緊四川的建設 那他在四川的建設時候呢 日本也不是傻瓜 日本當然也有情報 他就看了蔣介石一直留在四川 所以這是為什麼 從1933、34、35 就是民國22年、23年、24年開始 特別是1935就是民國24年 滑堆的情況突然變得很複雜 為什麼發動有唐城戰爭 為什麼後來有這個唐古協定 後來有河滅協定 這個都是日本一直逼一直逼 就是因為日本看到了 蔣介石人到四川去 他看到了四川省回歸中華民國 他覺得不妙 他覺得不妙 所以他就故意在滑堆挑釁 那麼蔣的日記就講 他說啊 敵人知道我在四川 他們一定阻止我在四川的建設 他說但是 我現在一定要埋頭把四川建設好 無論敵人如何挑釁 我就在四川不出去 我就不走 我寧可做一點大戶 但是我就是不出去 這個都是 他的日記如果不公開 我們根本不能夠了解 這麼一段的這種新路的歷程 那麼他在四川建設 在這個建設之間 還是不能夠跟日本開戰 因為還需要時間 所以他的日記裡面就出現很多 就叫韜光養晦 還有韓購忍辱 這都是他的日記裡面 經常出現的這個字 他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很多人罵他 很多人不理解他 左派他不用講 青年學生經常罵他 尤其是東北流亡的學生說 怕什麼這個日本無論多家 我們了不起另一條頭一顆 我們為什麼要害怕 那麼還有呢 有的時候 連國民黨黨內的人 都不能夠理解他 就是他非常的痛苦 他自己很矛盾 有的時候他說 我身則國屈 我屈則國身 就是說他有的時候講說 比如這個1933年唐國協定 很多人罵他 他就講 他說我身則國屈 我屈則國身 那麼我必須忍辱負重 只要為中國有利 我被人家罵罵我就認了 但是他也是人呢 經常很多人罵他 尤其是合約協定了以後呢 很多人罵他 所以他說 如苦寒虛啊 寒冤忍辱 對外游可 外面的人誤會 我也就罵了 對內游乃 為什麼黨國不信 要我來獨當啟任 他也是人他很矛盾 但是有的時候他就講 他說 我這個算什麼 勾建木城 當年勾建 還吃尿 吃糞 他說他還藏這個糞 我的比他還好一點 所以我還是可以再忍耐 他為什麼要這麼忍耐 就是為什麼要韜光養晦 要爭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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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備戰 那麼這段時間呢 就是中國的一個 這個黃金的十年 各位大家都曉得 就是建設最多的時候 那麼不但是軍方的 國防的 各方的建設 還有外交上的努力 宋子文 同鄉新唐等等 並且在全省各地 全國各地 修建鐵路跟公路 最主要是浙幹跟約翰鐵路 把中國的南北東西連起來 然後他還推動一個新生活運動 然後同時呢很重要的就是 他希望六年的時間 裝備六十個德界師 就是德國部會訓練的軍隊 然後用德國的這個武器 他講 他說啊 如果我再等三年 如果上帝再給我三年 三年之年 撥扣如果不能滅亡中國 則何患其強迫 但是呢 此時當不可 不贏人耳 換句話就是說呢 這是一九三六年的日記 他希望真正中日開戰 是一九三九年 可是大家都曉得 人生就是不是如此 因為人算不如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 你先來看 在八月子 是一九三年 我還是要再的 還是一九五年